1比1 国足未能击败泰国队直接出现 那么战平对于球队有何帮助呢 此一过后 中国击8分 泰国击5分 中泰分差仍为3分 目前比赛只剩下一轮 国足却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因为国足莫伦对阵韩国队 而泰国对阵新加坡 也就是说 如果国足能够面对韩国队不败 将成功晋级 但可能性比较小 如果国足输给韩国队 那么要即希望泰国队不胜新加坡 这个可能性同样不算很大 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国足与泰国比竞胜球 目前国足竞胜球1 泰国竞胜球2 具体晋级形势如下 你联系请多感谢 naw